你看它多幹素型 1 2 3 4 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一個芽一定要留 變成五幹 你們在重生素型的結構 化幹出來的話最好 多留一些單素就好 1 2 1 單幹的 雙幹的 3 幹的 5 幹的 7 幹 9 幹 11 都是以單素為主 會比較好 所以營造這個點也好 或營造這個點也好 然後它的方向性以主幹 這個主結構為主 如果你要讓它往這邊飄 那整個的傾向就要往那邊飄 如果你要讓它回正 就讓它回正 其它變成依附著它 去做一個延伸跟生長 這樣就好 以主幹的結構來 跟它的其它的副幹 來做一個搭配 這樣就OK 好 所以這一棵樹呢 如果種一個小的橢圓心盆 然後往這邊飄 這邊都往這邊走 好 那營造出來的感覺 就會很有方向性出來 OK嗎 知道我講的 老師說重生 就是這個四核底下有大大小小的飲食 那也不要剪了 不要讓它單獨 那一顆 記不記得它底下長很多 但是它的主幹太粗 那些細小的 跟它匹配 覺得有一點 不大 對 這個主幹沒有那麼粗 所以用重生塑形的結構 就比較大 要看主結構 好 這個大概就是以這樣的方式 但是它比較大小的 就要把它割掉 它們比較重 比較重 比較昏長 就好了 不要把它割掉 哈哈